时事焦点 一周来的国内外热点问题 进行深层次而广泛的研究与分析 帮你了解最近韩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局势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您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分析 期望之后就是111年来最高的纪录了 苦热的天气一直持续下去之后 带来的重数患者也引起了电费和供电的问题 韩国国务总理李若言 最近指示有关部门采取电费 特别减眠的一些措施 尽量减少苦速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其实今年夏天特别热了 今天的社交电节目就为了 韩半岛气象一响一变的情况 和家庭电费的收费标准改革案的内容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两位张家 一位是时事评论家徐明基先生 另外一位是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 刘春恒记者给我们点听 两位好 今天夏天特别热吧 您怎么过呢 其实我先说一下 我们家其实很凉快 我们家是在机场旁边的永宗岛 永宗岛在四面环海 所以是我们家去年的没有吹电风扇 我们没有空调 今年就是我们家因为没有空调 这个电风扇从早晨开始打开 一直到晚上睡觉都关不上 去年没用过电风扇 今年是等于说24小时 只要人在电风扇就打开 但是我想我们家还是比较好的情况 我听说别人家就是24小时 别人家就在旁边 我们是基本上有人在的话就要开空调 因为我们那公寓嘛 在首尔这边 因为这个我们家不开 这上下左右都在开 那热气就进来 有一个热的现象 如果大家都不开的话 说不定拿风扇也可以 问题是现在那晚上我们说热带夜 什么超级热带夜这样 那么晚上都是这个25度以上 甚至30度以上的话 睡觉也不好睡 所以只能有人在就要开 以前呢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家 这个为了省电不开 可问题是现在受不了 所以说你不然的话你就要到哪里去呢 我想如果出去的话 到那种大型的这个商场 那里比较好一些 不然你去银行坐在那里 那个警卫也会在那边 咖啡厅 咖啡厅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还有最近这几段 这个一段时间的那个情况怎么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前赵师我刚才也说过 就是我们气场厅他发布的这个 这气温呢是1号 是8月1号 洪川呢是达到摄氏41度 然后这个春川呢40.6度 青山北到一城40.4度 然后经济道的洋平呢是40.1度 然后首尔呢39.6度 这是你刚才说过的是 从这是111年来 最高的气温 然后这个我这个呢 可能就感受不到 就是让我们就感受到 就是晚上我们就希望是有一个温度 降到25摄氏度以下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是25摄氏度以下呢 就是可以没有空调就可以睡觉 但是这个最近就是 最近20天来 这个一直超过这个 这个摄氏25度 然后所谓的热带液了 就是热带液 然后在韩国出现 2355名 就是热带 就是热 就是因为患温热患者 其中有29个人在 已经死亡了 然后在患温热病患者的人呢 还在继续增加 然后其中 最近呢急诊室内方面 有人就是 就是我们中国话叫中暑 中暑以后到送到医院的 就是549人 其中有150多个人 是严重的症状 刚才您问到的就是 为什么这么热 我觉得好像是 现在不只是韩国这么热 北半球呢 就是从美国一直绕这么一个圈呢 都这么热 然后 就是专家 就气象专家这么说法 就是空气污染 然后二氧化碳 还有一个臭氧层的 就是有一个漏洞 然后这样造成的 所以是我们觉得巴黎气候合约呢 这应该是遵守的 我不晓得这个美国总统 特朗普为什么要 他要退出 还说到那个特朗普了 其实今年的那个什么高气压 一直带在那个北半球 尤其是那个半岛的那个北边 所以台风也没过来 而且是那个霉雨期也非常短 下雨的那个露书也 台风被高气压给挡出去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炎热的天气呢 一直在这个东北亚地区 就现在有人说 就东南亚到东南亚去避暑 东北亚比东南亚还热现在 我听到两个新闻 就说首尔的气温比那个基隆坡高 基隆坡比首尔比首尔两块 不能说两块 但是气温相对来比 相对来比首尔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韩半岛的气温 比非洲热 对啊 我的非洲学生说 韩国的夏天比非洲的夏天热 那徐先生啊 就是说北韩也不例外吧 对北韩呢 这个其实这 北韩劳动党机关报 劳动新闻呢 2号和3号呢 都有一些这个评论呢 或者是文章出来 他说这个7月下旬开始呢 这个也是天气酷热 那么我们说我们这边 现在韩国也是什么 设施40度以上 连北韩也都是 有很多地方都是40度 尤其是像慈江道啊 这种地区都已经超过了40度 而且呢 他们这个又干旱 所以呢 这个最近 就是平均的这个最高气温呢 大概上升了三个摄氏度 然后一般也是都在35摄氏度以上 这跟韩国情况也是差不多 我们那个可以看那个新闻报道就知道 以前那个金正恩的是穿中山装的 现在穿那个白色衬衫的 那不管怎么样 像现在这个像黄海道 像中文地区 农作物的生长 这个有问题了 那当然 所以说呢 这个要希望呢 人民呢 能赶快也能多灌溉一些水 这当然需要劳力的 不然现在不下雨 那边也干旱 那边也干旱 可是呢 想办法要 不管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北韩没有发布 那个就多少人什么中暑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倒没有 没有发表 那么严重的呢 我想比韩国更严重的是日本 那么韩国呢 好像昨天前天6号的统计呢 说是这个44个人死亡 那么日本呢 死亡的人呢 已经超过了大概130多个人 140多个人 这跟那个高龄化也有关系吧 大部分都是老 还有一点 就是说日本现在啊 这个广播里面 就是鼓励大家尽量开空调 因为是这个费用 比社会的费用还要低 还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一些这个 就是死亡的高龄者当中啊 一半以上是在家里 为什么呢 他要省电 他不开空调 所以这50多个人是这样 这样过世了 所以说日本呢 这很奇怪 就是像韩国 又怕什么电影里紧张啊 又什么 日本说你尽量多开空调 因为那个老人家就是这样 所以说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是觉得一个人开空调 有一点浪费 全家人在比较好 可能是这样 所以日本的情况也是 所以日本呢 尤其是大城市更厉害 像东京啊 大阪这种大城市的 这个患者更多 死亡的人也更多 所以说这个最近 尤其是从这个7月中旬开始 就这短短的 这三周的时间呢 死亡人数都超过了 这个一百多人了 然后另一个现象就是说 就是暴雨 就是鲸雨暴雨 在江陵呢 上个礼拜就是突然下雨 下就是那整个市都是淹了 然后呢 中国东北的沈阳呢 那整个市也就淹了 然后呢 这不止在韩国 中国还日本也这样 气象一变的关系 气象好像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为什么就是水面的气温呢 好像最近八年来上升了四度 然后现在养殖业的那些 在海面 海面的养殖业 撕很多鱼这样的 看来这个的确是个人寨 不是那个天寨 就是说 刘记者啊 最近那个避宿的方式 也有了变化吧 刚才徐先生说去咖啡厅啊 什么百货啊 这样啊 现在看那个老百姓的分火当中 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就因为我们先介绍一下 韩国就是这个电费啊 是有累进制的 就是你用的多 然后的电费就变得高 所以是家庭的 刚才徐老师也说是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舍不得开空调 那就是那就是人都想办法 但其实韩国社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每个社区呢 都有一个老人亭 可以一个活动中心这样的 所以是可以 岁数大的人可以到那边去 但年轻人呢 不能到老人亭啊 所以是他们就是看电影啊 逛商场啊 尤其是晚上你超过25度 近30度的时候 你睡不着觉 所以是 什么地方凉快到什么地方去 比如说我们那边呢 就是离机场近 这很多人就是那个大妈 要坐车到那个机场去 最近对于现在说 尤其是这个新开的那第二行站 哇那边就是人去的很多 然后避出去的 因为他们地铁是免费的 啊对对对对 然后呢 在首尔呢 好像自己还开辟了什么 五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 这比较凉快的地方 他们说 会行地下通道的商业区 有个顾客休息处 然后蚕食地下广场 有个设计长椅休闲处 然后以之路地下通道商业街里面 一个森林主题区 然后江南地铁站地下通道商业街 有个商会广场 都是需要钱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在那边站一会儿没有 没有关系 但是一般女性人在那边站一会儿 一般都是到那咖啡厅去 或者是刚才我说看电影 或者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空调 真的是尴尬的 对 其实啊 这个寒冷的时候呢 国家就是制定为 这是一种灾难的一个情况 不过那个天气热 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因为这个韩国 本来是属于温带地区 所以说 夏天我们说超过30度多一点 我们就说热死了 可是现在呢 这个真的是气象一样 就要40了 30多 那这种情况下 刚刚说的 中暑的人 韩国已经要大概有3500多人 中暑 那么死的人也有44个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危机的情况 所以也要把它规定为一种 国战的一个灾难 尤其是现在这个韩国的这个气象厅 每天都在预报 哪边气热怎么样 要酷暑 要叫你怎么样 要防暑 什么 各种政策都有 但是这个呢 因为冬天太冷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夏天太热了也不行嘛 是啊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将把它列入这个国家的这个严重灾害 所以这个希望呢 大家这个就是如果在家里休息 就大太阳下面最好不要在室外活动 那么在里面呢 什么怎么样 还有这个热带液 当然这个是没办法了 这个 所以说很多人 刚才这个游记者也说了 那么到这个晚上到一些凉快的地方 想办法 我想那个人川的话 那海边挺好的 我不知道 手腕的话 海边更热 更热吗 旱江那边晚上也是人挺多的 江湾那边人特多 还有呢 这个白天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太阳这么延 就是这么延的时候呢 就是在户外 尤其是建筑业 就是像我们那个公寓啊 这个今年要全部要刷 刷在外面的 刷到一半停了 太热了 受不了 因为就跟他们的安全有关系嘛 所以工作时间呢 在大白天 有可能在户外的呢 就比较要减少一些 对啊 学生就用下发林来那个 对对对 工作时间 对对对 可是这个呢 因为 涉及到不是 只是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设计 这问题比较广 所以这个还要再讨论讨论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呢 最好是 不要太 在室外做这种激烈的一个 劳动也好 运动也好 这是 应该是要 在这方面呢 大家要多加小心 多喝水 对 其实每到那个夏天的时候 就是韩国 每次都那个 什么面临的一个问题当中 而且是 比较热门话题当中 一个是供电的问题 嗯 今年好像 供电的问题 应该是比较严重啊 但是呢 一个什么 我们不是要去这个核电厂吗 对对对 跟这个连在一起 好像这个供电问题 也是比较严重吗 很头疼 就是说那个 刚才说我们的气象厅报告说 你的气温怎样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要怎样 我们第一个是关注的气象 第二个就是供电表 到英特网 跟人用手机 你都可以查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总体全部的那个发电量 是九九八三万千克 九千九百八十三万千克 然后呢 我们 就是我 我来到这边 就是露音棚的之前呢 是差不多八千万克 中间呢 还差一些 就是有一千八百万千克的这个差距 但是我们在那个二十四号的时候 上个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他曾经这个预备电力呢 只剩下百分之七点七 百分之七点七 我们这边有一个 他有一个韩国那个电力公司呢 他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标准是至少你要维持五百万千克 五百万千克 然后呢 我们在百分之七点七呢 就是接近五百万千克 假如是你只剩下一百万千克的话呢 表示很严重 他现在已经分五个阶段 所以是我们现在的今年 就是二十四号的时候 七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他只剩下百分之七点七 已经非常接近五百万千克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文在寅总统 他曾经就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提到我们要去核电化 就是我们在二十年后 我们现在从就是二十四个核电机组 然后改成十四个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年就是古里一号 已经停用了 然后古里五六号呢 就是要停啊 不要停啊 后来讨论了一阵 就是停了一段时间以后 又开始重建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一般的就是有关核电的人 有关核电专业的专家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核电 否则的话呢 我们电力会造成 因为它是最有效率的 对 会造成电力短缺 然后现在就是有着环保人士 和社会的其他人士 就是说我们不要核电 因为我们核电在日本福岛啊 在那个美国啊 在俄罗斯 都出现过这个很致命的伤害 其实那个供电预备率啊 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个检讨啊 我们韩国是百分之十为 那个供电预备率的一个标准 但是日本跟欧美国家呢 都大概有百分之二到三 因为他们的一些说法是这样 就是百分之十的那个 供电预备率太浪费了 所以他们有充分的那个数据 来控制这个东西 但是这等于是韩国电力呢 就是好像没有这方面 韩国这次是七点七嘛 那么说五百万这个千瓦 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这个七点七呢 其实还有足够的 因为我看来呢 只要是不下不下过百分之五以下的话 那你刚才说这个欧美的话 就百分之二三嘛 我想百分之五以下以上的话呢 应该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夏天呢 这个用电量比较多 那么你要发电 那么韩国现在火力是百分之四十 核是百分之三十 核能百分之三十 然后水力是百分之十 其他是百分之二十嘛 那现在呢 就是说文在寅总统会 文在寅政府呢 是想说慢慢慢慢的去核 不是说现在一下子 就是已经到使用期限了 那就不要再用了 那么新建的呢 本来说立即不建 可是看情况 已经投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工期费用都进去了嘛 所以后来这个民意结果呢 说还是在盖吧 那能盖 那现在呢 停了一些 本来要维修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又重新启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因为供电量比较紧张 要用得多嘛 所以还是在用 所以说这个文在寅政府的 这个立场是这样 我们去核 但不是马上去 慢慢慢慢的 渐渐的去 可问题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来替代 这个核能发电 对吗 你说火力的话 其实火力是这个 污染最严重的 空气温 这个我看天气上一变 这个跟火力有关系 水力呢 就那么多了嘛 水坝就那么多 在韩国 那么其他 你说风力 什么太阳能 这个在韩国也是有 我觉得那个 就是刚才你说的 再生能源 就是风力发电 和一个太阳能 这方面 其实那个风力发电 虽然是一个 很好的构想 但是风力发电 就是韩国没有 那个就是核心科技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从外面进口 也许你可以做 那个什么 大的那个 那个翅膀 那个东西你可以做 但是核心 风车 这些东西 核心的那个科技呢 我们没有掌握到 然后呢 假如是说 那太阳能那方面呢 我们就是 相对的来说 中国比较便宜 那等于说 好了中国 这太阳光板呢 你不是要有板吗 对啊 那个板呢 寿命大概在 十到十五年 那么那之后呢 你就要废弃药 那也不是那个 变那个 造成那个环境污染吗 对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问题 所以那么 其实韩国的 核能发电技术 是跟这个法国 日本 大概世界三大 拥有这个核能技术 你如果现在 以后不盖核能厂了 那你这个核能厂的 这个成套设备的 一个出口 对啊 你自己都不盖 让人家买 对啊 现在已经就 有一点问题了 对啊 就是我们到英国去 卖那个 就是核能设施嘛 那我们已经谈得很好了 然后就说 文在寅总统说 我们要减低核能的 这个发电量 然后呢 你自个儿不用 然后让人家 卖给人家用 你这个有点就是 好像是 就有点说不太过去 那我们现在开始 谈一下这个电费的问题 你刚才前面说了 那个累金税 是吧 是 就是 累金税应该是 中一周七四年 对对 韩国刚开始 那个发展经济的时候 就是 条正与正与 对 不过这个 累金税的一些概念 其实有道理的 但是那个实际操作上 好像现在用来 好像有个问题吧 当时是因为 要工业要发展 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个工业的用电量都多了 是 那么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核电嘛 嗯 那就 其实 战争结束以后 韩国真的是 电力短缺 对啊 所以说 那么家庭就忍耐忍耐吧 所以呢 这家庭呢 就弄了一些制度 嗯 遏制家庭用电 是 把这些电的都用来产业用的 就是工业用的发电 嗯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这个 每个家庭都 都因为怕这个电费太高了 就不能开空调 以前当然 嗯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 空调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把它视为这个奢侈品 嗯 有钱的人才能用 是 现在呢 已经大众化了 对啊 而且人们人能用的那个电机很多 对啊 所以不应该这样 所以说这个需要有一些调整 嗯 可是呢 这个 现在这临时的 就是暂时的 什么两个月 三个月啊 给你这个就是 百分之二十的减免 对 就这样 其实在根本上呢 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不要有这种累进制度 对 我觉得是 我们1974年的时候 那时候空调就是像你说的奢侈品 嗯 但是我们现在来说 这已经不 这是一定必须 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了 然后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看一下 台湾啊 可以中国大陆啊 就是我们的基地 人均所得呢 不比那些国家差 嗯 但是我们的反而就是 我们有这些一个在夏天 我们开不了空调 嗯 然后那些国家 其他的国家呢 就是生活 就是质量在比较的话呢 是我们的就是所得比人家多 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累进的一个比例的问题 这个最低线跟最高线的那个差别大的话 这就是有问题 比方说累进税 但是这个阶段的差异不大的话 那就还可以了 挺大 蛮大的呀 现在是我们是200千瓦和到400千瓦 我们分三个阶段 已经缩小了 过去是更多 过去好像11个阶段还是怎样的哈 就是以前呢 就是让人家就是少 这样一般的家庭少用 嗯 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产业用电是56% 我们家庭用电只占13% 对啊 那13里面我们这空调用的只有夏天 然后两个月 关键是产业用电的费用是比较便宜 对 家庭用电的费用是很高 对对 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电能再用的 再难用就价格不一样 是吧 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政府 没有考虑老百姓幸福的一种措施 这应该马上一个改善才可以 那好一下 那这政府的政策应该应该怎么样评估比较好 其实啊 这个朴槿惠政府当时也是把这个六个阶段 把它说成这个三个阶段 以后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一在野党 就是现在的共同民主党就说了 这个哪是什么对策 这就是暂时糊隆糊隆 这个呢 根本上的对策呢 就是把这个要废除 你说这个从中长期的在考虑的话 比如说你不要做 现在呢 他们执政了 完全一样 那个时候也是大概 19.6%还是多少 也是近20% 这一次也是近20% 一样的方式 是 就是说呢 就是0到200 200到4 200到400 然后401开始往上 这个三个阶段呢 就是把它放宽了 就是0到300千瓦 然后呢 301这样下去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这个方式跟前两年的那个方式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是那个电的成分价 这是国家垄断产业 所以谁都不知道 对对对 知道这个成分价的话 那可以便宜到多少 或者是累进税的那个程度 应该怎么样调 这个可以 所以说这个 现在我们已经大家都用 用很多一种生活用品 电器用品嘛 那么你这个 不要说是这个 因为这再说空调呢 买了一年以后 只用这么一个月两个月 对吧 所以说不应该说在这个时候 给它加重这个老百姓的负责 应该把它就是放开一下 就好像你买一个买一辆车以后 只用两个月 然后那个油价有那么高一样 我觉得这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 你真的不应该政府这么做 那你觉得现在政府推行的那个区核电政策 会不会引起那个供电不足 或者是加重电费的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趋势 理想是贵理想 但是这个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如此的工业发展 如此的成就呢 得利于我们的电力的稳定和供给非常稳定 但是假如说你20年后 你突然去掉10个核电机组 我觉得这个呢 有一点过猛 我觉得这个是并不是 我并不赞成 我觉得会造成 要么是电力短缺 要么是电费增加 有一个科学家呢 他肯定散出来了 就是说假如是我们平均用电是增加多少多少 然后维持着走势的话呢 我们电费要么增加36% 所以是你现在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理想 但是不一定是很现实的理想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用电量呢 会逐渐的还是会增加的 是 对吗 因为这个现在呢 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是没有空调 但是他们呢 气候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总是还会再购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夏天的这个用电量还是会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对策 而把这个核电站全都给它停掉的话 那么这个以后这个电从哪来 是 对吗 所以说这个火力 这个也是污染 那么水力 韩国已经有这么限制 其他的没有新的替代的这个能源的话呢 我想这个核能不应该那么在短时间内就给它完全给它去掉 不知道那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今天下午要去哪里避宿 一个很肯定的是看来现在的那个气象一变了 就是也是人造成 对人造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这个天债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这么炎热的夏天 我们应该要好好 就是都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是就关键了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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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